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便利工具这个按键 便利工具按下去以后 我们先来讲保养 如果不知道要如何保养机器 可以从这个按键里面去做查询 里面有彩色图片及文字介绍说明 如何保养 先讲一下双面烤盘跟方盘 里面它会介绍双面烤盘跟方盘 要如何的保养及清洗 可以使用什么工具 再来 炉内 也是会介绍炉内要如何的清洗 需要注意些什么细节 都可以从这里去查询 表面 也是会告诉你需要怎么样清洗 给水槽 里面的给水槽跟给水盖 要注意什么细节 要怎么的清洗 这里面都会有说明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自动保养 机器内内建自动清洁行程 点选要做的清洁项目以后 只要照着荧幕上所显示的步骤 点选开始键就可以完成了 清洗排水 每周一次给水槽加满100cc的水 用清水清洗管路 会将污水排放到集水盘 炉内 是脏污的时候要进行 炉内清空 并擦拭给水槽 里面 画面上面会提醒要加满水 所以我们加满水了以后呢 会以高温蒸气软化炉内的脏污 待行程结束了以后 我们用布把它脏污擦拭干净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来看往后键 往后键里面有一个炉内顶部 炉内顶部是我们烘烤或烧烤的时候 炉内的铁架或灯管有脏污 我们就用烘烤的模式 烘烤室10分钟 让那些油污软化了以后 等温度降温一点 再来用软布或者湿布 把它擦拭干净就可以了 除臭 除臭也是觉得 炉内有残留异味的时候可以用的 它会以高温来烘烤30分钟 让炉内的味道分解掉 柠檬酸清洗 约每个月做一次 将8克的柠檬酸 融于200cc的水中 再倒到集水槽里面装好 如果这个功能不做的话 会影响到蒸汽出来的量 这里面也有说明要如何的使用 都设定好了 以后按开始就可以了 电费确认 这里面会提示 上次做柠檬酸清洁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或者是上上一次做炉内清洁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这只是一个提示功能 简易指南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提示 比如喜好温度指南 这里会提示你有很多的食品 它需要多少的重量 需要多少的温度 需要怎么使用 这上面都会提示 有需要的可以从这里来了解 相信有很多消费者 对什么时候需要用保鲜膜 什么时候不需要用保鲜膜的食品 很困扰可以从这里按键按下去 可以用使用保鲜膜的食品 有哪些 需要怎么使用 可以用哪些工具 这上面都会做说明 不使用保鲜膜的食品 有哪些 可以怎么使用 这上面也都会做说明 相信很多消费者 对用微波炉 可以用什么容器 不可以用什么容器 也很困扰 这里面也有这个按键可以提示 在微波加热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用300瓦微波加蒸汽的时候 要怎么放 可以用什么样的容器 不可以用什么样的容器 这上面都有提示 蒸汽加热的时候 需要用什么容器 这里面也有说明 可以用什么容器 来用蒸汽加热 不可以用什么容器 来蒸汽加热 下面烧烤加热 它会提示你 下面烧烤加热是用微波来加热 还会跟你讲 可以用什么容器 不可以用什么容器 这上面烧烤加热 要怎么使用 要怎么使用 这上面都有做说明 双面烧烤加热 这个功能它会提示 是用微波加加热器加热的原理 后面会提示 可以用什么容器 不可以用什么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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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使用 这上面都有做说明 上方烧烤加热 这个功能它会提示 它是使用上方加热器加热 也是一样会提示 可以用什么容器 不可以用什么容器 该怎么使用 这上面都有做提示 往后键 里面还有烘烤发酵功能的加热 它也会提醒你 可以用什么样的容器 要如何的使用 这上面都有提示 加热原理 这里面有微波的加热原理 还有蒸汽的加热原理 烧烤 烘烤 烘烤的加热原理 里面有很多细节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从这里面去参考 设定变更 里面有电费 电费里面又有分电费显示 要显示不显示 设定好了以后 按决定键就可以了 电费单价 看电费单里面 一度电多少钱 这里可以去设定 设定好了以后按决定键 就可以了 提示音的设定 这里面也可以分 全部提示音设定 也有仅有关闭的操作声音的设定 或者是整个关掉操作声音 都设定好了以后按决定键 再加热的显示时间 可以变更加热结束之后 再加热显示的时间 你要两分钟或六分钟或四分钟 设定好了以后按决定键就可以了 回复出厂设定 电费提示音使用记录 我的最爱再加热的显示时间 是不是要恢复成出厂的设定 如果是或不是 从这里选择就好了 按决定键 以上就是今天的解说 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来电来管预约咨询 Ana Sonic Ana Son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